各位听众好,我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执行副总编辑邓嘉玲 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老板不尊重你时,工作该怎么做下去 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员工最希望上司给予的就是尊重 这件事情重要性超过了认同、赞美、激励人心的愿情、有用的意见回馈 甚至还超过了学习、成长及发展的机会 如果觉得上司不尊重你,该怎么办呢? 你得拉自己一把 研究显示,觉得不受尊重时,最好的回应就是设法营造自己的成功感 这样,你会觉得生气蓬勃,学习能力高,充满活力 觉得自己不断进步,事情越做越好 但是该怎样做,才能够营造成功感呢? 首先,找出可成长的领域,主动追求自我发展 职场上最有利的激励动机就是进步 效果甚至比认同或薪酬都好 这可能是追求学历或是发展新技能等等 投资在自己身上,这会让你更能够面对职场上的负面因子 第二,寻找导师并且与导师密切合作 与导师密切合作会带来你高度的成就感 导师擅长给人挑战,确保让人不要停滞不前 或是陷入死胡同走不出去 他们能推你一把,让你更专注在自己和未来 第三,管理你的活力 睡眠、运动、良好的营养、压力管理 这一切都有助于甩开不受尊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中又与睡眠特别重要 研究显示,睡眠不足会让人容易分心 自我控制力也较低 于是也就无法好好回应不受尊重的状况 第四,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觉得不受尊重可能让人感到愤怒、恐惧和伤心 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生气的可能远远较低 而且在负面互动后的恢复力也远远较高 运动越多,你就越能提升认知上的潜能 并且抛下那些拖住你的垃圾 第五,专注当下 也就是要转移意志力 让思考情境时的速度较慢 想的也比较清楚 并且运用更多的事前冥想 这种方式也有助于好好面对不受尊重的情况 第六,在工作中找出意义或目的 如果从事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任性会进一步地提升 因此,要善用自己的动机、强项、热情 让工作更有意义 第七,追求正面的人际关系 在工作内外的正面人际关系 有助于提升成功感 为了要抵消那些身旁、拖垮你的人 你需要让身边有一群能够为你打气、加油的人 这种有活力的人能够让你会心一笑 或是开怀大笑,觉得精神开朗 多花些时间和这些人在一起吧 第八,在办公室外也要成功 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成功 两者之间有强烈的关联 在工作以外的活动得到成功 能够让一个人的情绪更为充裕 也能够感受到成长及学习 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 也能够考虑转职 不论如何,就算你已经要前往另一个 比较开心的环境 让自己成长发展 也不会是一件坏事 以上内容,在自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说明老板不尊重你时 工作该怎么做下去 方法包括主动追求自我发展 寻找导师 管理自己的活力 找出工作的意义等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阅读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